在汐止福德一路86巷口 在公车站牌附近 从11日一大早就飘散浓浓的瓦斯臭味道 整个路过的民众都闻到了 尤其之前高雄气爆让民众都很害怕 而里长也向天然气瓦斯公司反应 直到下午才来检测 虽然检测值在标准内 不过里长还是强烈要求尽快改善 以免酿成大祸 是不知道是从这边出来的 还是说这跟这个大祸 早上我每次早上从这边经过 好像是8点多 因为这个部分他们会排工程下去做 11号下午3点多了 路过民众还是闻到一阵又一阵浓浓的瓦斯味道 看到里长也马上关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里是福德一路86巷口 就在靠近公车站牌这一带 一直闻得到浓烈的瓦斯臭味 而在接获里长通报之后 天然气瓦斯公司直到下午才来检测 不过民众说一大早路过就闻到了 而且味道真的很浓 有啦 我每天早上经过这里的时候 确实有闻到瓦斯味 早上就闻到了 有 早上就一大早就会闻到了 那我不知道是说其他人有没有 住户有没有闻到啦 其实我早上经过的时候 确实已经有很浓了 到一股瓦斯味 有 很重的瓦斯味 刚刚一来就很重的瓦斯味 对 不知道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耶 我只希望公车赶快来 我可以赶快离开这里 为什么 因为才不会危险吧 现在真的很重 不知道是不是从那个水沟出来的 有啊 真的有闻到 觉得很危险 对啊 这个很危险 因为要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对啊 所以这个气体的东西 没有人会料想得到 但是一发生事情都是很大 今天那个上午然后有接到民众的一个告知 那说在这个地方有那个严重的这个瓦斯臭气味道的那个飘散 弥漫着一股很浓烈的味道 那我们也就尽快赶快来那个跟我们新北市政府进发局这边 来反映 他们这个新湖瓦斯公司也尽速的派人过来检测 接获陈琴里长也第一时间通报相关单位 而天然气公司也派工程人员前来初步检测 看看瓦斯味到底是从何处飘散出来 只是从早上一直到下午味道都这么浓 民众还是很担心 尤其之前高雄气爆的惨状 民众真的很恐慌 会啊 会特别担心啊 因为会像高雄这样子的事件发生啊 我们当然会怕啊 我们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啊 会 会 当然会 对 希望有相关的单位可以来处理 觉得现在味道很重 是 很重 做一股一股的 对 还蛮害怕的 一定要啊 你看那个高雄那个气爆 爆整条街都毁掉了 这个不能开玩笑 你看目前的这个标准值 是检测的标准值是还没有很高 那基本上我们是强烈的要求 这一个熊瓦斯公司 能尽快的排列公旗来做这个开挖 检测实际上的目测检测 给民众这个心理上不要造成恐慌的心理出来 那也为了民众的安全着想 那我们尽快的来把这个事情给大家处理完毕 虽然检测出来还在标准值内 不过浓烈的瓦斯味道持续不退 里长要求还是得找出源头解决 而目前天然气公司也决定 当天晚上七点开挖抢修 这场慧林细致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